炎炎夏日游客会到三战溪来消暑游泳烤肉 享受大自然清凉的环境 不过在游玩之后却留下大批垃圾造成环境污染 景美村长金志雄就表示 社区居民相当欢迎游客到三战溪来玩水 不过大家享受玩大自然美丽溪水 请发挥公德心把垃圾带走 让三战溪能够拥抱情境 育有小泰国美名的三战溪富有自然的生态资源 不过每每到夏季期间 涌入相当多的游客来这里细水游玩 不过却留下相当多的垃圾在溪场和社区里面 尤其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之后 更是相当严重 景美村长金志雄表示 社区相当欢迎大家来这里游玩 不过也请大家不要留下垃圾 影响这里的生态资源 每逢假期到这个时候 游客更多车辆更多 希望游客下去或是烤肉 或是午餐玩水 尽量把垃圾捡起来 然后包起来 我们已经有跟相公所自贿到说 各个停车场会有放四个桶子 或两个桶子分类 然后如果我们新手队 或是说我们族人 以及我们的清洁队 每天会去那边收垃圾 因为垃圾不要落地 然后每次长期来 就是垃圾跟车辆的问题 风签游客 尽量不要留垃圾到游戏里面 每天会发生意外或是玻璃 尽量配合游客大家 景美村长金志雄表示 延远夏日这里可以说是消暑的圣地 一个半夜的暑假期间 这里可以说是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为了让这里的好山好水 能够永续经营 也请大家把垃圾带走 保留这里的美丽风景 请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